汪小菲和大S最近因生活被闹得满城风雨 汪不断在微博上口出狂言 让人看了超级傻眼 没想到她的非文营又张盈盈也来参与咖 愿了自己就睡在汪小菲旁边 汪小菲也谢谢张盈盈陪伴着我 陪我生活算是公开两人恋情 章篮瞬间被引爆怒火 在直播暗酸 现在就是一个小虫子陪着她 一个虫子我也要把她捏死吗 没想到张盈盈直接就在抖音上 晒出她和汪小菲的闪照 追着大朋友和小朋友的文案 还附上一颗大爱心 汪小菲看到后也在底下留言 谢谢小朋友 很爱打脸她老人家 除了汪张恋不长了之外 最近入网也疯传大S 早在2018年九婚内出轨居俊夜 说句在2018年来台时 发过和一名女生一起吃饭的照片 该名女子就是徐家大姐徐希贤 徐大姐正是两位的牵线人 对此大S经纪人澄清 这片中的女子是居俊夜二十几年的粉丝 对于现在假消息影响到周遭人这件事 她也呼吁别再殃及无辜